我就是和大家講關於我們用那些六十度或者五十幾度的chipping 要轉的地方 是很多一般球手都會出錯的 當我們用那些六十度或者五十幾度去chipping 的時候 很常發生的就是打到那個球 或者打了後面的球的草才倒過球 然後球就在前面 這些是很多人都會發生的 甚至鋪也有時發生 我們怎樣可以避免這些情況出現呢 我們最重要就是我們practice 那一下 是一定要把指滾打下去 現在是practice 啦 你看到我打一下也是打到地上 直至到尾 那種感覺 你試一下行走去chip 我們最重要 很多人都會發生的 當我們chipping 的時候practice 那一下 是很隨便的 就是這樣 是這樣掃幾掃的 你是完全沒有打到地上的 你只是掃到草上面那些 就是掃上面的 就是掃前 上面那些草的 是沒有打下去的 那當你一走過去的時候 你就很自然 就是將尾球抽起的 那你就玩完了 這球球你刀硬了 所以我們的practice 一定要 一下一下 是打到地上 打到地上 打到地上 直至你有那種感覺 還有那個力水 你才好走過去chip 那我們就是盡量避免 刀到那個球 而且除了忽泥才可以 因為我們不想浪費一下 真的要浪費一下 就是這樣了